随着利库德集团领导人 内塔尼亚胡将负责组建下一届以色列政府 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竞相争取特拉维夫的支持 而后者试图在俄乌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 以维护自身在两国之间的利益 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 以色列公开奉行走中间的政策 同时积极在幕后开展行动 以维护其安全和战略利益 随着内塔尼亚胡的再次上台 特拉维夫又回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视线内 据以色列官方电视台报道 乌克兰已在今年11月底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 对以色列进行秘密访问 并要求向其提供武器和防空系统 在乌克兰的秘密访问之后 俄罗斯又与以色列举行了会谈 莫斯克在这些会谈中 就向基辅提供武器的后果 对特拉维夫发出了警告 并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对或者阻挠俄罗斯 将防空系统从叙利亚转移到乌克兰前线的行动 自2022年2月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竭力避免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战略利益 尤其是避免损害 他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谅解 这项谅解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自由 允许他以遏制伊朗军事部署 和阻止伊朗向真主打运送武器为借口 而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袭击 特拉维夫分别与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 引发了许多的疑问 以色列为什么竭力避免激怒俄罗斯 或者是激怒普京 另一方面 以色列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驳回乌克兰一再提出的 向其提供武器的请求 在乌克兰军事代表团访问特拉维夫之前 以色列安全部长本尼甘茨 就在其生命中证实了 特拉维夫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和防空系统的立场 甘茨强烈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 他仅仅表示 特拉维夫可能会以提供 空中威胁预警系统的方式来帮助基辅 甘茨还强调了特拉维夫愿意向乌克兰 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 救生防御设备 以及接受乌克兰难民的立场 据悉 以色列利用这场战争 从乌克兰引进了近1.5万名犹太人 并从俄罗斯引进了近3.3万名犹太人 为了维护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并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以色列竭力淡化乌克兰军事代表团 秘密防疫的价值和重要性 与此同时 根据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 俄罗斯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防空系统的后果 对以色列发出了警告 尽管以色列已担心 其秘密技术外泄为由 而拒绝向基辅提供武器 防空系统和铁穹系统 但是 乌克兰代表团仍然重申了其 从特拉维夫获得武器和防空系统的要求 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的消息 以色列方面同意资助和购买所谓的战略物资 以帮助乌克兰战事努力 而这些物资将通过北约成员国运输 这一决定产生自美国政府的压力 华盛顿要求特拉维夫 不要将其作用限制在人道主义援助的层面上 在走中间的方针面前 特拉维夫发现 自己有机会通过参加莫斯科唱一下的俄语会谈 来遏制他在乌克兰军事代表团 访问特拉维夫后 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 根据以色列官方电台的报道 这些会谈包括 俄罗斯就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铁熊系统的后果 发出直接警告 同时 俄罗斯代表团还转达了一项来自普京总统的要求 以色列不要阻挠俄罗斯防空系统 从叙利亚转移到乌克兰前线的进程 而普京向来被认为是内塔尼亚湖的私人朋友 一位亲近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消息人士警告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 将会导致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内 出现一波反犹太主义浪潮 尤其是在俄罗斯 而以色列电台报道称 一名俄罗斯官员在与以色列方面的会谈中证实 现阶段正是普京总统在阻止反犹主义浪潮的爆发 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领导曾表示 担心普京的愤怒会演变成以色列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和直接对抗 这种冲突不仅仅限于含蓄的警告和威胁 而且可能采取实际的措施 就像克里姆林宫叫停俄罗斯境内的犹太机构的运营 并在俄罗斯的法院对其提起诉讼那样 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困境 以色列寻求确保俄罗斯境内的犹太机构 能够继续运营和开展活动 该机构负责管理60万等待向以色列移民的犹太人 此外 以色列还有考虑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存在 以及伊朗在当地的军事地位 还有伊朗的核计划 以色列拒绝武装乌克兰 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境内保留了一支军事力量 以色列空军可在叙利亚境内根据特拉维夫和莫斯科之间达成的安全谅解 而定期开展自由行动 以色列认为 激起普京的愤怒会破坏俄罗斯与以色列之间 有关在叙利亚境内拥有军事行动 自由的安全谅解 从而可能会导致伊朗在当地的影响力提升 并加速从德黑兰向真主导运送武器的进程 此外 以色列还担心 俄罗斯与伊朗通过乌克兰战争的舞台而拉近军事关系 以及 俄罗斯在与超级大国旧伊核协议进行的畏决谈判中 站在德黑兰一边的可能性 特别是伊朗在继续进行浓缩幼而不受威慑的情况下 此外 以色列还担心伊朗将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获得核武器 在有关伊朗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 伊朗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 以及 德黑兰利用乌克兰战场试验和发展这类武器等消息 不断传播的情况下 以色列当局一直处于非常担忧的状态 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 普京是一位冷酷无情 形势无拘无束 能力惊呼神秘的全球政治天才 因此 以色列将更为谨慎 并严格限制对乌克兰的援助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以色列政府非常的团结 从来不会出现有内战的情况 都是一致对外的 而且 危机感非常强 而反观很多阿拉伯国家 自己相互之间内战 从来没断过 自己的架都掐不完了 又能有多少的兵力 去对抗以色列呢 所以 以色列能够在中东风生水起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而是种种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 说到现如今的世界格局 那当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存在 现如今的世界几乎是一个 趋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了 各国虽然相互之间各堪不爽 但是并不会以发动战争来解决 然而 世界有一个地方则是一直战争不断 那就是中东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 中东虽然战争不断 但是却没人敢惹以色列 这是为什么呢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 能够强大到无人敢惹的地步 其实 说起以色列这个国家 很多人都明白 毕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 可以说是从来没断过 然而 当时实力并不差的巴勒斯坦 却逐渐地形成了被以色列吞并的状态 很多人都好奇 以色列到底有多强 其实主要是因为三点原因 第一 是以色列的装备非常先进 无论是卡瓦主战坦克 还是F15I战斗机 都是非常适合中东的地理优势 而且在多次中东战争中 表现力都是非常强力 除了装备的优势以外 以色列的军队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不仅有着很高的军事素养 而且还是一个全民皆兵的状态 整体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非常的强劲 毕竟就算是有着再牛逼的武器 没有厉害的士兵操作 同样不能发挥出最大战斗力 除了韩国之外 同样作为东亚大国的日本 其军事实力相对于以色列来说 也是稍显不足 目前日本常被总兵力为26万余人 其优势在于其海军实力 然而在陆军和空军方面 日本90式、10式坦克综合性 是要差于以色列的梅卡瓦主战坦克 空军方面 虽然两国同时装备了F35战机 但以色列空军已经将该机用于实战 并能够独立将该型战机 改造用于适应以色列空军作战环境 而日本目前装备的F33战机 并没有完全的摸合 未来战机的维护保养等方面 还需要依靠美国 因此 从整体实力上看 日本军事实力也是略逊于一次 反辐射飞弹 又被称为反雷达飞弹 是指利用敌方雷达的电磁辐射进行导引 从而摧毁敌方雷达及其载体的飞弹 在电子对抗中 它是对雷达硬杀伤最有效的武器 现役的地空反辐射飞弹 通常用于攻击选定的目标 而今天就为各位带来 现今射程最远的三款反辐射飞弹 Top3天界2A型反辐射飞弹 该型飞弹是由台湾中科院研制 是天界2型飞弹的反辐射型号 根据台湾官方公布的数据 天界2A型 整体弹长3.593米 弹体直径0.19米 弹重184公斤 弹头装有22公斤的炸药 采用了HE高爆破片式 其导引头采用了被动式 雷达反辐射归降 被动式雷达探测距离大约为92公里 最大有效射程可以达100至150公里 极限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 可以说是现今最快的 反辐射飞弹 其作战定位 与AGM-88飞弹类似 TCRA虽然射程和杀伤力 是不如AGM-88 但却拥有着更高的突防速度 而且台湾军方考虑到天剑2A型飞弹 在性能上已经与美国的AGM-88相近 但其造价却比后者一枚造价 动辄上一要便宜 再加上较小的体积和重量 也让载台部署更为灵活 与一般的天剑2飞弹相比 它有较强的抗干扰和隐形能力 早在2014年初 台湾空军就曾透露 专门攻击对方雷达战 瞄准雷达回波的天剑2A反辐射飞弹 已经试射成功 未来将配属在响展性能提升后的 金国号战机上 一架飞机能够挂在四枚天剑2A飞弹 Top2 AGM-88C型反辐射飞弹 该飞弹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 AGM-88哈姆系列反辐射飞弹的最新型号 也是美国海军主要装备的AGM-88E型飞弹的增程型号 而作为AGM-88E型飞弹的增程型号 虽然美方为对外透露 AGM-88G型飞弹的详细性能参数 但根据外媒猜测 其射程可能会是AGM-88E型飞弹的两倍左右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AGM-88G型飞弹的射程 至少超过了220公里 而这对于一款反辐射飞弹来说已经相当恐怖了 根据美方公开的资料显示 与AGM-88E型飞弹相比 AGM-88G型飞弹在很多方面是有明显的改进 首先在外形与启动布局方面 AGM-88G型飞弹长4.1 直径0.3米 重467公斤 较AGM-88E型飞弹长度略短 弹体直径略大 不过在射击目的上 AGM-88G增程型先进反辐射飞弹和早期的 AGM-88系列反辐射飞弹一样 都是为了寻找并且摧毁辐射目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雷达 这些飞弹大多数用于与地面雷达系统的对抗作战 通常在冲突早期使用 在几方战机和飞弹发动打击之前 压制和摧毁敌军的防空系统 为了实现打击效果 AGM-88G飞弹采用了多模式制导套件 配备了GPS补助惯性导航系统 以及一个毫米波雷达 即使目标停止发射辐射信号或者是进行移动 飞弹也能够捕捉到目标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雷达杀手 在组成部分方面 AGM-88E飞弹从前到后 以此为制导部 模块划在核部 控制部和推进部 而AGM-88G型飞弹 将制导部和控制部 融合组成弹体前部 将载荷部与推进部整合为后部 再者就是作战性能方面 AGM-88G型飞弹前部增加热防护材料 和绝缘整流罩 采用新型紧凑式的载荷部 新型固体火箭发动机和轨部控制驱动系统 大幅度地提升了制导和控制有效性 杀伤能力 射程和机动性 而且与以往的AGM-88系列飞弹不同的是 AGM-88G型飞弹 是一款超音速空射战术飞弹系统 其主要用于压制敌路机 海及防空系统作战 该系列飞弹由前沿部署的空中运载平台投放 通过态势信息锁定 并且攻击敌方雷达系统 干扰系统和无线电通信系统等目标 对敌制盲并瘫痪及通信能力 尤其在面对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威胁情况下 用于远距离探测和攻击敌方防空系统 确保几方在军事冲突中长 物质空权 而作为一款反辐射飞弹 台湾也曾经列预算购买 早在2017年 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部当时批准了一份合同 允许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既有军售案基础下 改售台湾的AGM-88亿空对地反辐射飞弹 以此提升台湾F-16战机对雷达系统的压制能力 而这份合约中的AGM-88亿型飞弹 一共有50枚 总金额约为38.5亿 新台币 并预计是在2022年9月30号完成 Top1 KH-31P反辐射飞弹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数据 此型反辐射飞弹弹体全长4.7米 弹径0.36米 翼展0.8米 弹体全重599公斤 战斗部装填了87公斤的高爆炸药 其改进型的P-2延长了弹身 极限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5马赫 最远射程为240公里 如果在低空条件下的话 可以攻击100公里以外的空中目标 该型反辐射飞弹 是俄罗斯最新开发的 新一代反辐射飞弹 是一款主要用于打击敌方预警机 和雷达战斗武器 此型飞弹采用了被动辐射导引头 另外还配备有惯性导航系统 安装有一体化冲压喷气发动机 和常规火箭发动机 以此规避了常规推进 飞弹的一些缺点 可以由俄罗斯空军装备的 速系列战机和米格29战斗机装备 其空射型的KH-31P性能极为强大 甚至让美国波音公司都心动荡 购买这型飞弹的反舰版本 拿来当把弹 不过后来没有交付多少 在设计上 此型飞弹配置了4个冲压式发动机 采用了弹翼位于尾部 仅靠控制度面方式的 气动外形布局 占飞弹全部长度的三分之二左右 此型设计可以让飞弹达到 10克的负载 随后展开高速蛇行机动 以此规避敌方禁防炮 和防空飞弹的拦截 在飞行过程中 飞弹发射会先启动火箭发动机 而后的速度达到1.88马赫时 随机启动冲压发动机 将飞弹加速到3马赫的绝航速度 冲向敌人 不过由于KH31P反辐射飞弹的导引头 采用了较为原始的 前苏联研制的L111E导引头 所以在受到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容易打偏 但是L111E导引头带宽很高 具备探测绝大多数北约雷达 甚至包括爱国者的 MPQ-53相控阵 火控雷达的探测能力 其最新改进型 采用了新型复合导引头 以此达到增强抗电子干扰能力的需求 后来为了有效对付各种空中目标 KH31P反辐射飞弹 除了具有对付预警机的导引头外 还配备了一种用于攻击 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 NMPQ-53相控制雷达 在内的地基雷达的导引头 而且KH31P在装上了改进型的导引头后 还可以作为反舰飞弹使用 至于为什么不讲欧洲的反辐射飞弹 是因为欧洲已经没有了自己研发的反辐射飞弹 早在2013年 英国皇家空军就已经将背系统 NBDA公司生产研制的空射反辐射飞弹退役 至于Alarm的最后一次参战 就是在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开展的联合保护者行动中 时至今日 欧洲仅存的反辐射飞弹 就是德国和意大利空军使用的 AGM-88系列反辐射飞弹 那么大家认为 台湾天界2A型和美国的AGM-88进行打个更强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尊严指在剑锋之上 真理指在大炮射程之内 我们下期见